好像我们看一下第13单元 重整程序与和解制度将八个考点 先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重整申请 这是八个信号 这是驻快考生必须清楚的考点 因为重整的问题经常出现案例分析体 谁可以申请重整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层次 直接申请 不管是债务人或者债权人 都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 对债务人进行重整 在第二层次 是由破产清算程序 转为破产重整程序 看这规定 说债权人他申请对债务人 进行破产清算的 前提是债权人下的死守 他申请进行破产清算 在人民法院收了破产申请后 宣告债务人破产之前 指的是开枪之前 谁不想死 他可以申请重整 第一个是债务人 然后第二个是出自额 占债务人注册资本 百分之十以上的出的人 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其他债权人也可以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的 讲到这问题如何理解 例如说假公司 欠ABC的钱 到期不还钱 这个假公司是债务人 ABC是债权人 前面我们当前讲过 债务人几个选择呢 债务人的话 他是三个选择 他可以直接申请破产清算 撒股灰的程序 也可以申请这个重整 也可以申请和解 再看债权人几个选择 他是两个选择 他可以申请对假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也可以申请重整 但是不能申请和解 而且两个特殊的债权人 第一个事务机关 第二是社保机构 他可以申请破产清算 可以 但是不能申请破产重整 这是两个特殊的机构 大家需要搞清 然后再看一下 谁可以申请这个重整和这个和解 重整和和解的问题 咱们放一块来讲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层次 谁可以直接申请 直接申请的话 看左边这个图 谈到重整 不管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 他都可以直接申请 这个破产重整 但是讲和解的话 仅限于债务人 可以 再看第二层次 如果是债权人下的黑手 他申请对假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已经受理 但是在宣告破产之前 开枪之前 谁不想死 可以呢申请刀下留人的程序 指的是把这个破产清算程序 给他转变成 给他切换到重整或者和解 谈到重整是三类 当时第一个是债务人自己 然后第二个债务人大于等于10%的股东 这个数字必须记住 然后第三是其他债权人 什么意思呢 如果A当时申请对假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所以说兄弟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因为你现在申请破产清算 他说咱们哥仨都是普通破产债权 最后一步清场 说到咱们哥仨这块 能到10%就不错了 说干脆呢 咱们给他进行重整 拯救几年 说不定这个清算率就会提高 然后再看和解 和解的话 仅限于债务人自己才可以 仅限于债务人 注意债务人大于等于10%的股东行吗 不行 仅限于债务人 然后第三是关于能不能 这个提前启动的问题 谈到提前启动 这个重整是可以提前启动 说就算这个假公司 没有达到破产界限 快不行了 可以提前启动 重整程序 但是和解 是不能提前启动 所以这张图 大家需要看清楚 是不是听懂了 举几个例子 消化一下 像第一题 他说关于破产界 受了以后 破产宣告前的程序转换 下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他说如果是债务人 申请破产清算的 你债权人 可以申请和解 对吗 说债权人 申请和解 肯定错了 因为谈到和解 他的申请人 仅限于债务人自己 再按选B 他如果是债权人 申请债务人 破产清算的案件 债务人 可以申请重整 这个说法 正确 选C 如果是债权人 申请债务人 重整的案件 说债务人 可以申请 破产清算 没有这个说法 人家债权人 申请的是重整 债务人说 想死个痛快 马上撒骨灰 这个没有这个程序 选D 他如果是债权人 申请债务人 破产清算的案件 说债务人的出资人 可以申请和解 没有这个说法 因为申请和解 他的申请人 仅限于债务人自己 所以这个题 选B就可以 好笑 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载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选A 他说债务人 一旦被宣告破产 则不可能 再进入重整 或者和解程序 这个说法是 正确的 一旦被宣告破产 开枪了 就谈不上刀下留人 只有呢 被宣告破产之前 才有可能引入 刀下留人的程序 再看选B 他说债权人 申请对债务人 经用破产清算的 在人民法院 收入破产申请后 宣告债务人破产之前 说只有债务人 才能提出和解申请 这个说法 正确 选C 说即使债务人 不予出现 自不抵债清醒 也可以申请 重整程序 重整 可以提前启动 选D 说重整 是破产件的必经程序 对吗 说必须有重整吗 并非必经程序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BC 就可以 再看第二个 重整期间 这个考得 八个信号 不用争 至少八个信号 这是筑块考生 必须清楚的考定 首先看解释 什么叫重整期间 在人民法院 裁定债务人 重整支起 指重整程序 终止 为重整期间 重整期间 不包括重整计划 得到批准后的 执行期间 在重整期间 跟执行期间 是两个概念 先看一下第一条 在重整期间 谁负责 管着这个破企业 我们看一下 在重整期间 债务人的财产管理 和营业事务执行 可以由管理人 或者债务人负责 是由管理人 或者债务人负责 经债务人申请 人民法院批准 债务人 可以在管理人 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 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 看一下这个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根据民商市 审判会议 纪要的规定 重整期间 债务人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经申请 人民法院 可以批准 债务人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 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 第一个条件 债务人的内部治理机制 仍正常运转 第二条 债务人 自行管理 有利于债务人 继续经营 第三 债务人 不存在 隐医 专业财产的行为 第四 债务人 不存在 其他严重损害 债权力的行为 同时符合 这几个条件 经债务人 他自己申请 人民法院 批准 他可以呢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 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 再看第二解释 说管理人 应当 对债务人的 自行管理行为 进行监督 经人民法院 批准 有债务人 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的 管理人 如果发现 债务人 搞事情 存在严重损害 债权力的行为 或者其他 不适宜 自行管理清醒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做出 终止 债务人 自行管理的决定 而债务人 有上述行为 而管理人 睡着了 他没有申请 人民法院 做出 终止决定的 这个债权人 等利害 关系人 也可以 向人民法院 提出 这个申请 这是自行管理的问题 再看一下第二条 在重整期间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相有的担保权 暂停行使 但是 说担保物 有损坏 或者价值 明显减少的可能 足以危害 担保权人 权力的 担保权人 和向人民法院 请求 恢复行使 这个担保权 所以 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这个前面这句话 大家必须清楚 什么意思呢 说A这公司 生前向B银行 借两千万 A公司是债务人 他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抵押 然后A公司 他的破产 进入重整期间 说在重整期间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相有的担保权 这一块 需要暂停行使 需要暂停行使 然后看下面解释 还是根据民商市 审判会议纪要的规定 重整申请 受理后 管理人 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 应该及时确定 设定有担保物权的 债务人财产 是否为重整 所必须 如果认为 担保物 不是重整 所必须 这个管理人 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 尽量及时对担保物 进行拍卖 或者变卖 拍卖或者变卖 担保物所的价款 在支付 拍卖变卖费用后 优先清偿 担保物权人的债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A公司 当时向B 借了十万块钱 然后A公司是债务人 当时拿这个董事长的小汽车 设定的是 这个抵押 然后呢 A公司进入重整期间 说这个小汽车 并非 重整 所必须 在这种情况下 及时的拍卖变卖 就可以 再按第三条 在重整期间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为继续营业 而借款的 可以为该借款 设定担保 看下面解释 说债务人 在重整期间 为重整进行 而发生的费用 与债务 可以参照 供业债务 优先收场 是可以参照 供业债务 优先收场 然后第四条 在重整期间 债务人的出资人 不得请求 投资受益分配 然后第五条 在重整期间 债务人的董江高 不得向第三人 转让其 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 但是 经人民法院 统一的处案 是经人民法院 统一 才可以 然后第六条 是债务人 合法占有的 他人财产 该财产的群里人 在重整期间 要求取回的 应当符合 实现约定的条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两种情况 第一 说A 将它一百万的设备 出了个B B是成都人 破产 但是B的话 它是破产清酸 马上就撒骨灰了 在这种情况下 说就算租期 还有八年 才到期 A作为权利人 照样是可以取回 你再不取回 B公司就没了 这是破产清酸 再看一下 他如果B 走的是 这个破产重整 破产重整 我拯救三年 三年之后 我还百分之三十 你就饶了我 这个B公司 有可能还活下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重整期间 是不能随便取回 必须符合实现 约定的条件 才可以 否则 你把这个设备取回了 就算重整计划草案 人民法院批准了 你这个设备没了 也不行 然后看一下 第三个考点 重整计划的制定 与执行 这个考点 三个型号 现在第一问题 谁负责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 讲到这问题 两个层次 如果是债务人 他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呢 由债务人 来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 如果是由管理人 负责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呢 是由管理人 来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 简单说 谁管着这个破产 谁负责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 再第二条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自人民法院 裁定债务人 重整之期 在六个月内 同时向人民法院 和债券人会议 提交 重整计划草案 期限制满 经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请求 有正当理由的 人民法院 可以裁定 延期 三个月 这个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未亚案期提出 重整计划草案的 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这是 提交 重整计划草案的时间 是六个月 加上 三个月 类似的问题 咱们前面讲 第七章 将在主板 申请首发股票 其中 关于招股说明书中 引用的财务报表 它有效期 还是六个月 加上 三个月 跟这个时间 是一致的 然后第三条 重整计划 经人民法院批准之后 由债务人 执行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不管当时 属于制定的 如果批准之后 属于负责执行的 都是由债务人 负责执行 但是问题是 如果当时管理人 他负责管理企业财产 和营业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管理人的话 应当向债务人 移交财产 和营业事务 然后第四条 在重整计划 规定的监督期内 由管理人 负责监督 重整计划的执行 谁负责执行 谁负责监督 大家需要清楚 所以这个表八到三 大家需要清楚 特别是呢 谁负责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 再强调一下 谁管着企业事务 谁负责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 但是呢 重整计划草案 不管是谁制定的 执行的时候 都是由债务人 负责执行 好笑的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负责执行 重整计划的 是什么 谁负责执行呢 是由债务人 负责执行 在这个体系 哎 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四个考虑 重整计划草案的 分组表决 这个考虑 直接 把个型号 这是住块考生 必须清楚的考虑 首先呢 看一下 分组表决 他说下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 参加讨论 重整计划草案的 债权人会议 依照下列债权分类 分组 对重整计划草案 进行表决 正常情况 是分成四个小组 第一个小组 是对债务人的 特定财产 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第二个小组 职工 劳动债权 第三 债务人 所欠的税款 第四 是普通债权 分成四个小组 看一下第二条 重整计划 不得规定 减免债务人 欠缴的 纳入社会 统筹账户的 社会保险费用 所以 重整计划草案 你不能说减免 这个社会保险费用 因此呢 该项费用的债权人 是不参加 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既然你不让减免 你就别跟着下掺和了 再看一下第三条 人民法院 在必要时 可以决定 在普通债权组中 设小额债权组 对冲转计划草案 进行表决 谁决定呢 是人民法院 任何必要时 由人民法院 来决定 是不是 设小额债权组 再看第四条 根据司法解释三的规定 对冲转计划草案 进行分图表决时 权益 因冲转计划草案 受到调整 或者影响的债权人 或者股东 就受到影响的 有权参加 表决 如果权益 未受到调整 或者影响的 债权人 或者股东 是不参加 冲转计划草案的表决 看一下第五条 出的人组 对冲转计划草案中 涉及出的人权益 调整的事项 进行表决时 什么意思呢 如果冲转计划草案 它涉及到 对股东的权益 进行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单开一个小组 出的人组 但是股东这一组 进行表决的时候 它是经 参与表决的出的人 所持表决权 三分之以上通过 大家需要清楚 是按照出席的 就是参与表决的股东 所持的表决权 三分之以上 注意这一块 它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表决权 跟人数有关系吗 跟人数没有关系 但是前面讲的 普通的那四个小组 它是怎么通过呢 前面说过 这四个小组 它用的是二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二 什么意思呢 人数 人数的话 要国版数 然后代表的债权额 是占该组 债权总额 三分之以上 它是双重标准 但是股东这一组 表决的时候 它只看表决权 跟人数没有关系 就这个问题 最近三年 连着考了三年 按类分析题 今年是不是出题 那是出题老师的选择 站在考生的角度 必须清楚 再看一下 第五个考点 冲着计划草案 它的批准 这个考点 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咱们基础班 会详细讲一下 基础班听完之后 考前 这块不用去多管 先看一下第一个类型 正常批准 一路都是绿灯 咱们去处理 先看第一条 处于会议的 统一表决组的债权人 过半数统一 冲着计划草案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券额 占该组 债券总额 三者以上的 表示呢 这个该组 通过 冲着计划草案 是二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二 这是想看 这个组 是不是通过了 如果各表决组 均通过 冲着计划草案 注意 如果是四个组 说这四个组的话 都通过 冲着计划草案了 这个重整计划 极为通过 指的是债券会议这一块 四个小组 都是绿灯 自重整计划 通过之起 十天内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 批准 重整计划的申请 找法院 申请批准 但第二条 企业的重整 不仅仅是 债务减免和财务调整 重整的重点 是维持企业 它的这个 营运价值 这个人民法院 在审查 重整计划时 除合法性审查案 还应审查 其中的经营方案 是否具有可行性 重整计划中 关于企业重整 它重新获得 盈利能力的 禁营方案 具有可行性 表决程序合法 内容不损害 各表决组中 反对者的 经常利益的 人民法院 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期 三十天之内 它采定 批准 重整计划 终止 重整程序 并预议公告 这是呢 正常批准 大家看一下 第二种情况 强制批准 所以前提是 这个部分表决组 它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的 什么意思呢 说假设四个小组 其中有两个小组 通过绿灯 剩下两个小组 是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它可以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的 表决组 写上 说该表决组 可以在协商后 再表决一次 双方协商的结果 不得损害 其他表决组的利益 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的 表决组 拒绝 再次表决 或者呢 再次表决 仍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什么意思呢 说四个小组里边 最终 三个绿灯 但是有一个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什么呢 说明债务人会议 没有通过 但是呢 重整计划草案 符合下列条件的 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 这是强制批准 有债刑人会议 有红灯 部分是红灯 部分绿灯 但是人民法院 可以强制批准 先看一下 第一条 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先要担保权的债权 就该特定财产 就该特定财产 将获得全额清偿 其因为延期清偿 所受的损失 将得到公平补偿 并且 其担保权 未受到实质性损害 或者 该表结组 已经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再看第二条 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职工劳动债权 和债务人所欠税款 注意这两组 将获得 全额清偿 或者 相应表结组 已经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再看第三条 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普通债权 所获得的清偿比例 不低于其 在重整计划草案 被提醒批准时 依照破产清算程序 所能获得的 清偿比例 或者 该表结组 已经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这个公司 走破产清算程序 你这个普通债权组 他的清偿率 是10% 但是 根据重整计划 说这个组 如果是 走重整 重整的话 你这个清偿率 大于等于10% 再看一下第四条 重整计划草案 对出的人权益的调整 这个公平 公正 或者出的人组 已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然后第五条 重整计划草案 公平对待 同意表决组的成员 并且 所规定的 债权清偿顺序 不违反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然后第六条 债务人的经营法案 具有可行性 他说人民法院 经审查认为 重整计划草案 符合上述规定的 应 自收到申请知情 三十天之内 裁定批准 终止 重整程序 并预议公告 再看第三种情况 未批准 他说 重整计划草案 未获得 债权议会议通过 且未获得 人民法院的强制批准 或者 债权议会议通过的 重整计划 未获得 人民法院批准的 人民法院 应该采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讲到这问题 考上老温 怎么回事 我们简单的 回顾一下 实际上呢 包括五种情况 这个第一关 是 债权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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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s 全部都是绿灯 再看第二关 要看呢 这个人民法院 是不是 这个批准 他人民法院 也批准了 一路都是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 你先告诉我 这个 重整 程序 是不是 中止了 这个重整程序终止了 他进入什么呢 进入执行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他债权人会议 四个都是绿灯 但是人民法院没有批准 他没有批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重整程序终止 怎么去处理呢 宣告他破产就可以 再看第三种情况 说债权人会议 两个绿灯 两个红灯 债权人会议这一块 没有通过 但是人民法院强制批准了 如果强制批准 注意呢 这个重整程序终止 进入执行就可以 大家看第四种情况 说部分红灯 部分绿灯 人民法院也没有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 重整程序终止 宣告他破产就可以 第五种情况 他债权人会议 如果四个都是红灯 就四个组都是红灯 那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闭嘴 谈不上强制批准的问题 注意重整程序终止 怎么去处理呢 宣告他破产就可以 所以大家把这张图需要搞清楚 然后看一下第四个问题 重整程序终止的情形 还是基础班里边稍微讲一下 考前不用多管 先问第一个 在重整期间 前面说过什么叫重整期间 他说在重整期间 有下列情之一的经管理人 或者厉害关系人请求 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 终止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现在第一种情况 债务人的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 继继续恶化 缺乏挽救的可能性 但第二条 债务人有欺诈 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 或者其他显著 不利债权的行为 在重整期间 还接着搞事情 然后第三 涉及债务人的行为 支持管理人 无法执行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 没法往下做了 那这时候 经管理人 请求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 这个终止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在第二种情况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未按期提出 重整计划草案的 指的是 前面讲过六个月 和三个月 如果超过这时间 还是不能提出 重整计划草案 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第三条 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的 裁定批准 不管是正常批准 还是强制批准 只要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了 那这时候 是终止 重整程序 进入执行 就可以 然后第四条 重整计划草案 未获得 债务人会议的通过 且未获得 人民法院的 强制批准 或者 债务人会议通过的 重整计划 未获得人民法院 批准的 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再问第五个问题 重整计划的变更 先问第一条 债务人应 应严格执行 重整计划 但是 因出现 国家政策调整 法制修改变化 等特殊情况 导致 原重整计划 无法执行的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申请 变更 重整计划 一次 可以变更一次 再看第二条 债务人会议 决议同意变更 重整计划的 应自决议 通过之期 十天内 提醒人民法院批准 债务人会议决议 不统议 或者人民法院 不批准 变更申请的 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红灯了 人民法院 将管理人 或者厉害 官员请求 应该裁定 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终止执行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再问第三条 人民法院 裁定 统议变更 重整计划的 注意人民法院 他裁定 统议变更 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应当在六个月内 提出新的 重整计划 变更后的 重整计划 应提交给 因重整计划 变更 而遭受 不利影响的 不利影响的 债务人组 和出的人组 进行表决 需要提交给谁呢 因为你变更 遭受不利影响的 这个相关组 进行表决 讲到这个问题 他们驻会去年 考案例分析体 就考到这块 再看第六个考对 重整计划的效率 这个考对 三个型号 首先呢 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 对债务人 和全体债权人 均有约束力 什么意思呢 对那些 无财产担保 和这个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都有约束力 对全体债权人 都有约束力 再看第二条 按照重整计划 减免的债务 自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时期 债务人 不再承担 清偿责任 再看第三条 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 连带债务人 所相应的权利 不受 重论计划的影响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 说这个甲 它欠币 一百万 A的话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这个C 它是呢 连带保证人 A公司 破产 它走的并不是破产清算程序 走的是 重整 说根据重整 它是拯救三年 三年之后 换办的三十 就可以 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经债务人会议通过 人民法院批准 大家笑清楚 三年之后 如果A向B 还了三十万 A的话 就解脱了 注意A就解放了 对于这个剩下的 这个七十万 B的话 找C 要七十万 行不行呢 这个可以 前面讲过一次 不管是重整 还是和解 不管咱们打折 保证人 他的保证责任 不打折 所以对剩下的七十万 找C 没问题 如果C 承担了七十万的担保责任之后 C向A 能追场吗 不行 有A的话 终于解放了 C 也不能向A 去追了 在第四条 他说 债权人 不依照规定 申报债权的 可以继续申报债权 但是 在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 规定的 同类债权的 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 什么意思呢 如果都是 普通债权 说大伙清偿率 说百分之三十 给你还版的三十 就可以 但是在 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 是不得行使权利 你继续申报债权 可以 但是在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 三 第五条 债务人 不能执行 或者不执行 重整计划的 且不符合 重整计划 变更条件的 人民法院 经管理人 或者厉害 关系人请求 应该裁定 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再看一下 第六条 如果人民法院 裁定 终止 重整计划 执行的 这个怎么去处理 这个自然端 这个条文 咱们不爱着念了 怎么去理解 直接举个例子 帮大家消化一下 基础版 稍微听过一遍 就可以 靠钱的话 不用摇头去背 什么意思呢 说假公司 还是欠ABC的钱 那么各欠 一百万的货款 都是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然后假进入破产重整 根据重整计划 拯救三年 三年之后 换版的三十 就可以 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经人民法院批准了 在执行期间 那么执行的时候 说这个假 他向D公司 那么借一百五十万 然后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抵押 然后假公司呢 向A 还清偿了十万的货款 刚刚清偿晚 停电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民法院采定 终止 冲转计划的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 定住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 有效 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假向D公司 做的担保 这是有效的 拿厂房 设定的抵押 这个担保有效 然后第二个判断 说假向A 清偿的这个十万 这个十万 有效的 就是第一个关键词 两个有效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 是失效 在重整计划中 做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 失效了 什么意思呢 以前说 只要还 百分之三十 我就饶了你 但现在这个承诺 失效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假 欠BC 注意这个债权 还是一百万 但是欠A的债权 是九十万 欠B跟C 还是欠一百万 然后第三个关键词 现在既然 这个人民法院 裁定终止 计划的执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需要 进行破产清算 所以ABC 申报债权 怎么去申报债权呢 对A公司来说 申报九十万的 普通破产债权 B跟C 各申报一百万 就可以 如果题目告诉你 说清倡率 就普通债权这组 清倡率 百分之十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对BC来说 这个分得十万 没问题 对A来说 是分九万吗 说这九十乘以百分之十不九万吗 错了 破产法的基本宗旨是什么 对统一类债权人 公平 合理 注意呢 这个甲项A 清偿的十万 有效 A的话 已经占了便宜了 你偷着乐就可以 如果你再分九万 那这时候 你前面分过九万 再分九万 那对BC 肯定是不公平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申报九十乘的债权可以 但是不能再分钱了 除非说清偿率百分之十五 什么意思呢 说BC分的是十万 然后A的话 说原来你拿过十万 这回给你五万就可以 因为ABC都是命运相同的酷孩子 说大伙子最终都分十万 这是可以 所以上基础班 听过一遍就足够了 好笑 看一下 第七个靠点 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招 这个靠点肯定是四个型号 现在第一个问题 分组表决 他说出的人组 对重招计划草案中 涉及到这个股东 权益调整事项的表决 兼对股东的权益进行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单设一个 出的人组 对这个事项进行表决 那么表决的时候 还是经这个参与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 即为该组通过重招计划草案 他这一块看的还是表决权 是参与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 跟人数没有关系 前面说过 再看第二条 他说人民法院 在裁定受理上市公司 破绽重招申请之前 在裁定受理之前 应当将相关材料 逐级报纵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这个规定 去年考过案例分析体 第三 行政许可 像第一条 上市公司 重招计划草案 涉及证券监管机构 行政许可事项呢 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应当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 与中国证监会的 会上机制 什么意思呢 说假 这是上市公司 他进行破产重招 这个重招计划草案 是什么呢 这个上市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跟重大资产重组 相结合 大家需要清楚 一般的重大资产重组 他是不需要中国证监会核准 但是哪些需要中国证监会核准呢 一个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第二个呢 借口上市 这两个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 需要中国证监会核准 因此 如果上市公司 重担计划草案 它涉及到借口上市 在这种情况下 收立案件的人民法院 他没法做决定 也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 启动与中国证监会的会场机制 人民法院也能参考专家 咨询意见 做出是否批准重担计划草案的裁定 大家看一下第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担计划之后 重担计划内容 涉及到证券监管机构 并告重组行政许可事项的 如果涉及到借口上市 这个上市公司 应当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行政许可核准程序 重担计划草案 提交出的人督表决 且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后 上市公司 无需再行召开股东大会 不用再召开股东大会了 因为前面你那个股东组 经表决的时候 已经经出席的大约等于三招 所以呢 他无需再行召开股东大会 可以直接向呢 这个证券监管机构 提交出的人组 表决结果 及人民法院裁定书 以申请并购重担计计划就可以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的